大陸只行两天的对台军演 海警单位也都动起来 央视说这次军演是针对台独 我们的历届总统的演说内容 其实都经过美国认可 这一次大陆军演表面是冲着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 是要逼着美国来表态呢 美国到底是不是认同这样的概念呢 赖清德520的演说 其实还是有表达说 台湾希望和大陆恢复交流 那么社论点评也呼吁对岸说 是不是应该有心创造条件 交流交心 除了硬得更软得更软之外 也要善用巧的力量 才能够改变两岸的恶性螺旋呢 大使怎么看 赖清德事实上的话 他是价值的问题 他的台独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 他认为他能够当上总统 他是有天命的 所以他抓到这个机会 就搞了一个台独大告白 然后呢 这个美国人也没反对啊 然后他很多事情他是深信不疑的 你不要以为他做这些事 他觉得他是做错的事 他觉得今天就是说 要这个国会团结的话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民进党要有力量 要反败为胜 这个国家才会上轨道 所以要怎么要拼才能赢啊 就去你们用你们的身体去 来好 来怎么样 来把你的道理讲出来 他是认为他站在 他站在这个脚 另外一方面 他的台湾历史很恐怖啊 他的台湾历史是1996年之前 台湾是专制黑暗啊 哇塞 那时候我都已经大学都毕业了 怎么 我从来不晓得我 原来我成长的台湾 那时候是专制黑暗时代 那时候是前沿角幕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是我觉得台湾最好的日子啊 前沿角幕啊 对啊 我们都走过那一段 结果怎么他的认知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的话 如果说他的想法是 一时兴起 我认为不对 他老早就这样看法了 你以为他讲话随便乱讲啊 国家重建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他是真的要重建这个国家 先从哪里开始 这个国家现在有三个名字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 最后在消除法 最后只剩下台湾 这个叫国家重建 社会改造是什么呢 他要建构两岸关系的领导力 今天我们 我们有什么 我们没有领导位置 我们哪有权利讲两岸关系啊 这些他要重整啊 你们这些现在 你们现在跟他调子不同的 就给你戴个红帽子 然后呢 再怎么样 要不然就是警告你 最后怎么样 反分裂国家 或这个反渗透法啊 这些东西通通把你收走了啊 要建立秩序啊 然后你说大陆啊 这个我们现在经济对他依赖怎么样 我告诉你 当时大陆在选举前的时候 把那个一些 这个所谓的extra 早收金台收了几项回去 那时候一片绿营怎么讲说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啊 是大陆靠台湾啊 经济贸易是大陆靠台湾 不是台湾靠大陆啊 对不对 大陆这些都是什么 已经触统 用经济想要并吞台湾 所以早点跟他怎么样 切断关系最好 我们不搞 他不要搞小言高强 他最好跟你讲 脱钩锻炼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批评赖清德 我们实在有点 怎么讲呢 不晓得这个人 他的价值体系 他对台湾的看法 对现状 对历史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可是问题他今天拿到权力 美国也支持他 那他不大干一场 那我们就大 我们自己 我是觉得大家小心一点 这个人 那个真的是 他要搞起来 他当时跟朱新宇打架那个劲儿的话 我跟你讲 会波及很多无辜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